1976年 当黑泽民怀揣着时代剧剧作乱的剧本 为了拉投资拍摄而四处碰壁时 角川映画的第一部电影 《犬神家族》上映 角川映画原来只是经营出版和书店 之所以涉足电影圈就是想购买几本书 所以投资的都是自家出版的小说 虽然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 但是电影圈并不待见这个圈外人 因为一些误会 在《影武者》的摄影会上 角川映画的当家人 角川春树想要和黑泽民握手 却遭到大师的无视 这引起他强烈的竞争心 是要拍出一部超过《影武者》的牛叉大作 如果要压倒影武者 影片的主人公除了武田信玄的宿敌 上山千姓之外 没有其他 《影武者》中提到的 武田信玄在川中岛的伤痕 正是拜上山千姓所赐 因而角川春树相中了自家出版的历史小说 《天与地》 1959年秋 日本作家《海银寺朝五郎》 在周刊朝日杂志上开始连载《天与地》 连载时间长达两年三个月 1969年便被拍成了52集的投名大和剧 对于电影版的《天与地》 角川春树投入巨大的热情 不仅是制片人、编剧还要亲自指导 男主角本来是凭借大和剧《独眼龙正宗》 而大红大紫的杜鞭谦 但是在拍摄时 杜鞭谦被诊断出败血症 制片方不得不临时更换为贾木孝明 为了在线川中岛核战的战争场面 剧组耗费巨资远赴加拿大进行外景拍摄 再加上后期不遗余力的宣传 影片的总投资高达50亿日元 也只有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前 才能诞生这样特殊的电影 稍微吐槽一句 同时期的黑泽民为了拍摄大型时代剧 在日本国内找投资举步维艰 但是资本方却可以任性地豪至50亿 因为影片是直接选择小说最精彩的部分进行改编 为了方便大家能更好的理解剧情 我会结合原著小说以及部分文献进行讲解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上山千信 在战国乱世 上山千信简直是一个异类 他是虔诚的佛教徒 生活上近似绿僧 一生不尽女色 也因此有人怀疑他是女人 他自诩为披沙门天的化身 出生时打皮子军旗 披沙门天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四大天王中的多文天王 手中拿的是一把宝伞 佛教传入日本之后 他人领地仅在有人求援时才会出兵 历史学家板本太郎在日本史概说中这样评价上山千信 在杀伐无常狂争乱斗的战国武将当中 上山千信以尊神佛 众人伦 上节气 好学问的高杰之士 建称 令人感到不愧为是混乱中的一股清新气息 以上这些就是大众对上山千信的大体印象 不过也有一些争论 如江户末期的历史学者 颜元松苗在国舍略中这样评价上山千信 然观其平生所为 则筑发批姿 不恤妻妾 不辱昏兴 俨然持绿僧业 而至行军略地 则杀人盈也 血流为河 未常有秦王济世之志矣 加之弃祖先之印 养明灵之子 骑士未寒 生获系强 与国破似绝者 仅一间也矣 至迹虽多虎 胆勇虽壮虎 徒族以行强暴与仪式矣 虽然前面已经说过 但这里再次重申一下 天与地的原著是历史类小说 既然是小说 自然会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 改编的电影亦是如此 影片一开始 就是上山千姓和她的哥哥 常伟情景的兄弟之争 原著描写到这段情节的时候 已经到了小说的二分之一 这里我先补充一下前面的大致情节 上山千姓的母亲是西极城主的女儿 名叫佳莎 是远近闻名的美女 月后守护带常伟围景 听说后就来提亲 两人结婚时 常伟围景62岁 佳莎才20岁 这围景老当义壮 刚一结婚便让佳莎有了身孕 速度之快 连围景都怀疑自己的能力 也因此她对这个孩子甚是冷漠 这个孩子出生时恰逢虎年 所以取名虎千代 吉长改名为常伟景虎 后来被关东管领上山县正 收为养子 改名为上山正虎 其后又得师庭幕府将军 足立议会的次名 改名为上山辉虎 又因为她出家的法号是布什安谦信 顾名上山谦信 这些名字反映了上山谦信的各个政治阶段 为了便于标识 接下来我会统一称为上山谦信 上山谦信四岁时 母亲病逝 未经原府 父亲战子 家督之位由兄长常伟情景继承 常伟情景荒音无道 据说她外出时 只要一看到美女 不管是何人妻女 不由分说便带回城里赔宿 如有苦主来宿 反遭杀害 因此百姓一听说情景出游 纷纷逃避 沿途不见一个人影 后来情景又从京都 找来一个爵士美女叫唐子 惯常以折磨百姓为乐 唐子又有一个弟弟 比女人还要娇艳 时常伴做女人承欢情景 就这样情景渐渐不得人心 属地叛乱不断 这个时候上山千姓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才能 她代替哥哥四处平派 威望日盛 众家臣皆有意让上山千姓取代常伟情景 因为危急自身的权利安全 再加上唐子的挑拨 情景决定讨伐弟弟 而上山千姓这边 真要将剑指向哥哥内心不安 这才在匹杀门天神像前诵经 寄望消除内心的不安 影片中这个佛像是玄武刀疤 匹杀门天 上山君以催枯拉朽之势打败情景 其实这兄弟俩有点像李诗明和太子李建成的恩怨 不过上山千姓并没有师兄 而是由越后守护 也就是他的姐夫上山定时居中调停 常伟情景隐退 上山千姓正式入驻春日山城 成为越后守护带 多说一句小说中藤子姐弟的结局 弟弟因为和有夫之妇偷情 失败被杀 藤子在秦景大军失败之后仓皇出逃 最后几经周折被上山千姓捉住 一刀杀之 在授封仪式上 代表朝廷的赤史是由封坚杜夫饰演 喜欢艺子片的朋友对他很熟悉 他就是《莆田行进曲》中的银四郎 这部影片是我银四郎当主角 还是菊当主角 这当然是你咯 而《莆田行进曲》也是由脚踹硬化制作 这天上山千姓在野外狩猎 追踪猎物进入深山 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笛声 走近一看却见几个巫女正在铺前祈祷 中间一位女子轻力脱俗 笛声正是来自她 吸引上山千姓的女子叫乃美 饰演乃美的是前眼温子 也就是日剧《101次求婚》的女主角 乃美是琵琶岛城的城主 与左美定型的女儿 电影中上山千姓和乃美多年未见 还以为她早就嫁人了 如今再次见面 两人心中荡漾不已 落英缤纷 乃美借口替父亲送兵法书 来见上山千姓 并趁机询问她 为何不娶妻 上山千姓闻言 心中一动不觉合上了书 乃美的笛子是跟宫里的一位老乐师学的 老师离开之时送给她一只笛子 名曰浅绿 据说是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古董 在原著中 上山千姓少年时期便跟随与左美定型学习兵法 那时就认识了乃美 两人也算是青梅竹马 兵法继承两家依然来往甚密 上山千姓时常登门拜访 求教育与左美 并趁机聆听乃美的笛声 在成为月后之主后 身边的人都劝她该娶妻了 上山千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乃美 除此之外不做第二人想 虽然她性情刚毅百战不殆 但是在感情上优柔寡断 瞻前顾后 因为乃美比她大一岁 所以她误以为乃美对她的感情是一种姐姐 对弟弟带着某种优越感的爱 她的内心是如此纠结 终于定下决心去见乃美当面问个明白 却发生了意外 首先是她做了一个梦 梦见品杀门天神告诫她 女人将影响她的武运 第二就是去琵琶岛城的路上 上山千姓遇见一桩凶杀案 却是一个人杀死了偷情的媳妇和哥哥 自己也自杀而亡 这两件事让她认为 男女之情就像沼泽 只要陷进去便不得脱身 于是从半路折回 聪慧如乃美自然察觉出上山千姓的难处 所以她对上山千姓说 她马上就要出嫁了 电影中 乃美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在一个极度浪漫的画面里 说完之后 还深情款款的和上山千姓对望 这太MV了 在原主中 上山千姓是在姐姐定时夫人那里意外见到乃美 两人分别时 乃美轻声地告诉上山千姓这个消息 上山千姓听说后 心绪起伏不定 万般忧郁 欺上心头 电影中表现她看书看不下去 明月当空 这位英俊的公子 你看这漫天的樱花要引你去往何处 你骑着白马 是否是要追回美丽的姑娘 这段镜头拍得很唯美 配乐也很好听 但是要表达的意思是啥 在原主中 她是想尽快回到城里 披上袈裟打坐 否则她将陷入无法自拔的忧郁之中 天文17年 即公元1548年 贾斐国的武田信玄在占领租房等番 实际控制大半个信农国后 开始慢慢蚕食北信农的战略 并将触角伸入到越后国 经过一番活动 又使昭田秀忠叛变 但是没想到上山千姓如神兵天将 出其不意地杀到城下 昭田秀忠只得固守城池 等待武田的援军 便在这个时候 上山君抓到了躲在附近寺庙的昭田之妻和幼子 所以派出使者入城谈判 然而昭田并不领情 直接斩杀使者示威 上山君大怒 当即将昭田的妻子和儿子压到两军阵前 若不开城投降 立刻斩杀人质 面对威胁 昭田仍执迷不悔 这反而让上山千姓犹豫了 难道真要斩杀女人和幼子 主帅举棋不定 可急坏了宇作美 事到如今 只能斩杀人质怀以颜色 从而证明功成的决心 他见上山千姓仍不出声 当机立断 代替他下令 将仁质斩杀 叛乱虽然平定 但是上山千姓不能接受 残杀女人和幼子的行为 竟然离开了春日山城 气得与左美大叫 妇人之人 似此如何在乱世中生存 就在众家臣六神无主之际 大雄招秀 起兵叛乱 虽然很快被平定 但大雄招秀逃走 投奔五田而去 在原著小说中 千姓之所以出走 是因为家臣间的领土纷争不断 上山千姓被各种诉讼 纠缠得心灰意冷 岁有顿事之意 他立刻召集家臣 将国家政务安排明白之后 制裁朝济州的高野山出发 上山千姓为什么这么做 是历史上一个谜团 江湖时代的武者物语 北越军纪等书则说 上山千姓此举是以退为进 令逐渐后悔而写下誓书效忠 这样写似乎有马后炮的嫌疑 至于真相如何 不得而知 另外小说和影片都将上山千姓出家骚动 安排在第一次川中岛核战之前 而在历史上 这件事发生在第二次川中岛核战和第三次川中岛核战之间 我们再回到电影 在一片银庄素果的世界 四名家臣终于追上上山千姓 他们苦苦哀求主攻回心转意 便在这时候一支武师贵武经过 如今武人巨士平民打扮 只得跪在道旁为其让路 而这群武士首领正是千姓的宿敌武田信玄 信玄身边有一员女武将 当他经过的时候 恰巧一团雪落下来 经了战马 眼看就要踩踏众人 上山千姓急忙起身阻拦 信玄的嫡子武田一信 认为平民无礼 拔刀就砍 一个家臣挡在上山千姓面前 就此丧命 信玄认为武田一信太急躁 连忙向上山千姓等人道歉 并丢给他们一袋碎金子作为补偿 在原著小说中 两雄确实会过一面 那时候的上山千姓 还没有夺取家都之位 他扮成修僧和几个家臣巡游各国 而当时的武田信玄虽然只有24岁 已是一方霸主 他先一怒马走在路中间 但见一个小个子徐乌僧突然抬头 两人四母相望 上山千姓瞬间垂下眼睛 信玄静自骑过 也立刻忘记了这件事 这里的改编是想让两位宿敌 在开战之前打个照面 顺便拉个仇恨 因为不满上山千姓的任性出家 与左美离开春日山城 回到领地琵琶岛城 这天有两个人意外到访 其中一位就是已经投靠武田的叛将 大雄招秀 另一个人独眼拨角 正是武田的军师 山本堪注 李二人作为说客 又是与左美背叛上山千姓 与左美是否真要投靠武田 这里没有明确交代 在接下来的第一回 传宗岛核战中 与左美并没有参加 但是按照原著小说 作为忠臣的与左美 又怎能错过这么重要的战事呢 天文22年 即公元1553年 武田军打败北信龙的 葛维城主 村上义清进入川中岛 村上义清立刻向越后请求支援 传王齿寒 千姓立刻应允 率军进入川中岛 第一次川中岛核战 拉开序幕 两军隔队相望 武田军率先摆出榆林镇 上山军先是派出村上义清掩护大军渡河 然后由士奇景家率领骑兵猛冲武田军镇 武田一姓随即出动将上山骑兵分割在镇中 但是士奇景家勇猛异常 一时间武田军竟奈何不得 本镇的信玄竟然占不上便宜 便叫明金收兵 士奇景家回归大营 千姓为其庆功 功仇交错之间 众人对宇佐美没有随军出征表达遗憾 第二天 武田大营冲出一队女兵 为首一员女将 正是信玄的侧氏八重 在原著小说中并没有八重这个人物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上山军中的松江 松江原本是农家女 有一次千姓的父亲常委围警打猎时 手下的一匹马受惊后狂奔 是松江穿出来将其制服 当时千姓的母亲刚刚去世 老维警见松江虽然衣着粗糙 人却非常美丽 所以稍微测试 其后是他照顾年幼的千姓 千姓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仰慕者 松江常常陪着维警征讨 书中对他是这样描写的 身穿紫格红碎铠甲 头戴半月形装饰的战盔 手持长肌女扮男装 有种难以形容的俊秀 维警战死后曾一度为尼姑 但不久与千姓再会 并嫁给了千姓的手下鬼小岛弥太郎 他个性耿直刚强 饥饿如仇 又是怪力无双的女豪杰 在战场上屡见其功 松江的原型 出自甲粤军记 把死的是他的哥哥常委勤警派来暗杀的忍者 而在影片的开头 借用商人居无有三郎之口 千姓表达了对火冲的不屑 这使得无名小卒都可以躲在远处偷袭大将 非武士所为 一个在战场上喜欢带头冲锋的主帅 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用火冲偷袭一个女人 我不信 便在这个时候上山军截获一封信玄写给宇佐美的亲笔信 众将认定这是宇佐美造反的证据 建议立刻进军 琵琶倒城 一口气将其灭掉 千姓本人不相信宇佐美会背叛自己 但是众将苦苦相逼 事关越后之存亡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但是现在撤军一定会遭到武田军的追击 就在千姓举棋不定之时 武田大军忽然撤退 武田军同样担心撤退时遭到追击 所以马上派出使者向千姓传话 首先是奉承一番 向千姓表达敬意 自初始以来 武田从未遇见过如此的对手 给千姓戴上高帽后再说出真正的诉求 这一下郑重千姓心怀当即答应 上山千姓喜欢全力以赴一决雌雄 信玄却不喜欢冒险 他喜欢反复使用让敌人消足断角的战略 弱化敌方主力后再予以致命一击 所以在原著小说中 千姓一直希望能跟信玄决战 信玄指示不出 两人各式计谋 斗得是有来有往 双方都没有占上便宜 各自撤退 但千姓认为自己有六分之胜 第一次川中岛核战就这样结束 切说千姓回国之后立刻进军琵琶岛城 宇佐美是他的授业恩师 又是他拥护自己成为越后之主 千姓绝不会相信老师会背叛他 但是武田方面蓄意挑拨两人之间的关系 无论他们俩本人相不相信 其他猪将已经相信了 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由不得他们二人 千姓只得命令猪将不要帮忙 任何人想要帮忙都会杀无赦 他要亲自解决这件事 虽然没有反叛的举动 但是宇佐美也承认 在极度失望之下 确实有过相关的心思 这无疑就是对千姓的背叛 宇佐美只能这样说服自己 千姓担任毒计来会宇佐美 见到面两人又能说些什么呢 大伙都在一旁看着呢 冲杀决斗 人们只会仰望强者 依附于胜利者 为了增加千姓的武明 威慑月后诸将不再心生二义 宇佐美如献祭一般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原著小说中 宇佐美一直对千姓忠心耿耿 更没有反叛之举 两人之间也不存在决斗 千姓在少年时期便跟随宇佐美学习兵法 两人之间除了有君臣之意 还有近乎父子的感情 他总是站在千姓的视角 帮助千姓排有解难 还有一次朝务郎在拔中写道 千姓的堂兄 也就是他的姐夫郑景 暗中策划谋反 千姓苦恼之余 招宇佐美商议 宇佐美只说一切交给他来处理 然后邀请郑景 同友也康胡 两人在船上私斗互赐而亡 宇佐美还留下遗书给签信 这件事自始至终 要当作私斗处理 放逐我的遗族 如果您手下留情 这个纪律便无法成功 此事出自北越军坛 据说是宇佐美后人所住 其真实性不得而知 片中饰演宇佐美的是杜赖恒燕 她的哥哥是日本歌手演员杜哲也 她也是日本著名女演员 大袁栗子的第一任丈夫 回到电影 千姓既杀宇佐美立刻来见乃美 但是无论她如何叫门也无人应答 她只得在门外告知战事结果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笛声响起 两人终生不再相见 永禄四年 继1561年 趁千姓出兵关东 讨伐北条市之时 武田再次进兵北信农 千姓文迅大怒 于8月14日 在春日山城起兵 正式打响第四次川中岛核战 为了牵制上山军 武田军在川中岛的千曲川南岸 建立海津城 但是千姓并没有直谱海津城 而是从旁边掠过 将本镇设在海津城西南的奇女山上 赶来支援的信玄明白 上山千姓并不在乎一城一池 她的目标是信玄本人 当下信玄也不去往海津城 而是将本镇设在七女山对面的茶酒山上 这样就可以和海津城对七女山形成合围之势 并且海津城还能威胁上山军的补给和退兵路线 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哪知道一连数日上山军不仅没有任何动向 反而在营内夜夜升歌 信玄沉思良久 暗教不好 七女山距离春日山只有两日入城 而那里还有两万兵力 上山军摆出假象 就是在等援军一到 合为茶酒山 料到这一点 武田军连夜撤回海津城 天明 千姓发现武田军的动向后 不由的感叹果然不愧为信玄 此后的数日 两军依然对峙 武田诸将渐渐沉不住气 纷纷请战 这时候军师十安本勘柱献出一计 可分兵两路 一路绕到七女山后面发动夜袭 无论胜败 上山千姓定然撤回汕光寺 再设一路兵马在途中以疫待劳 然后前后夹击 定能大败上山千姓 就像啄木鸟敲啄树干 击出躲在里面的虫子 然后躲到洞口等着吃虫子 这就是著名的啄木鸟战法 在众多影视剧中 提出啄木鸟战法的都是山本勘柱 但是山本勘柱是个传说中的人物 其真实性值得商榷 所以海银寺朝五郎并没有让他在原著小说中登场 提出啄木鸟战法的是武田信玄本人 当时信玄分兵一万二作为七女山别动队 自己亲率八千在八番园设阵 一切安排妥当 重将领命各自回营准备 千信在七女山上摇见武田军中的吹烟 比平时奴密 当即猜出信玄是想将自己赶下山 然后来个中途埋伏 想到这点千信立刻有了计较 在夜袭来临之前下山 然后出其不意地杀向信玄 就在他运筹帷幄之际 噩耗传来 乃美病逝 乃美既死 上山千信也断绝了唯一的俗念 削发为僧 当晚武田军和上山军按照各自的计划排兵布阵 9月10日晨时 当清晨的浓雾散去 上山大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武田镇前 13000对8000 虽然处于劣势 武田信玄并未慌张 当即传令摆出鹤一阵进行防御 只要撑到七女山别动队赶到 定能转败为胜 千信也变换阵型 以车悬阵正面攻击 为了争取时间 武田一信又不下火冲队进行阻击 但是上山军保持阵型 稳步推进 两军交锋立刻厮杀在一起 上山军攻势猛烈 武田军顽强抵抗 千信在本镇看到敌方一员大将勇猛一场 盲问左右 答曰 信玄嫡子一信 千信急忙传令 令几方大将撤退 右其追赶再断其归路 然后为而杀之 武田信玄文报大叫不好 急忙叫人换回儿子 可惜为时已晚 武田一信杀的兴起果然中计 这时候军师山本看住 不顾信玄的反对 率领本部人马去救一信 佐母鸟战法是他提出的计谋 如今失败 他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用自己的生命证明对武田家的忠诚 结果如他所愿 异信得以脱身 而他战死在沙场之上 双方激战到武时 武田的阵型渐乱 千信立刻派出士奇景家 率领骑兵冲杀 危难之际 武田的侧士八重 留下的八重队冲了出来 他们身披红甲挂下白马 手舞剃刀 赢了过去 可惜瞬间便淹没在浩浩荡荡的黑色骑兵队伍中 士奇景家的骑兵如力剑一般直插入武田镇中 早有信玄之地武田信凡前来应战 经过一番厮杀 士奇景家成功砍下信凡的首级 不过在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到底是谁杀死的信凡 此役之后也没有人出面领功 这只能说当时的战场一片混乱 信凡既死上山军士奇大振 本镇的前信看得分明 此时正是决胜的时刻 当即拔出长剑一马当先 率领本部人马如潮水一般杀向敌阵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武田信玄 骑士唯已 手下劝信玄赶紧撤走 却遭到拒绝 这个时候主帅弃阵而逃 武田军立刻就会崩溃 就在关键时刻 信玄等到了希望 七女山别动柜赶到 玄者的一颗心终于落地 武田军反击的时候到了 即便如此 信玄就在眼前 千信又怎能放弃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等他重进武田本镇后 信玄竟已不见踪影 无论是按照原著小说 还是各种演绎 这个时候应该是龙虎一记讨的名场面 千信突入武田本镇 挥动手中长剑砍向信玄 信玄不及拔剑 只得用军配格挡 如此三次 终于砍中信玄肩膀 信玄的手下急忙来救 用长枪刺中千信的坐骑 战马发狂奔走 千信心满意足地大笑离开 据甲阳军舰记载 当时有一位投缠白娟 只露出双眼的越后武士 骑马突入武田中军 挥刀直砍坐在折腾上的指挥者 上山年谱和北越军记则说 这位武士是上山千信的影武者 但民间传说依然将其描绘成 这是上山千信和武田信玄的单挑 回到影片 千信之所以没有看到信玄 是因为此时的上山军父辈受敌 必败无疑 自己则率领本部人马 往海津城方向撤退 就在他高兴之余 挟刺里杀出一只上山军 武田信玄夺路而逃 但是眼前又闪出一只骑兵 为首之人正是上山千信 如今必无可避 只有龙争虎斗 最终信玄被上山千信砍伤 幸好大部队急忙赶到救下信玄 事已至此 上山千信心满意足地离开 率领部队往善光寺撤退 他的勇武得到了武田军的尊敬 纷纷收起武器让出一条路 为什么会有这种魔幻的剧情 战斗还未结束 大山就动了 想想集结制片人导演 编剧等值于一身的 角川春树拍摄本片的初衷 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剧情 角川春树将自己等同于上山千信 将黑泽民看成是武田信玄 这是上山千信和武田信玄的决斗 也是他 角川春树和黑泽民的对决 他是要证明他是可以拍出比黑泽民 还要牛叉的电影 如果这样想就能瞬间理解 为什么会有魔改版的一记讨 以及最后那个武田军为上山军让路的 莫名其妙的镜头 至此影片结束 但原著小说并未再次结束 前面我们提到过 乃美告诉千信他要嫁人了 其实他一直没有嫁人 这个影片也没有说明 乃美常去寺庙在神前吹奏笛子 祝愿千信武蕴昌龙 千信无意间得知此事后 辗转难眠 静止来到宇宙美家 特意来听乃美的提声 在第四次川中岛核战之前 千信又特意来到宇宙美家 一是向宇宙美征求自己排兵布阵的意见 二是看望乃美 此时的乃美身染重病 上山千信再难抑制 向乃美倾诉爱意 并约定回来之后就娶乃美 可惜天意怒人 当千信率兵回来后 只看到白发苍苍的宇宙美老人 一个人前来迎接 原来乃美已经病故 推算时间 正是千信杀入武田主镇之时 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 原著中千信和乃美的爱情故事是非常美的 而不只是画面很美 1990年6月23日 天与地上映 这部寄托着角川春树的野望之作 最终票房55.5亿日元 是当年的日本票房冠军 但是本片的制作费50亿日元 影片是否成功 是否超过黑泽民 相信大家已经有了答案 影片最大的卖点是战争场面 说实话拍得很精彩 但是本片的剧情让人摸不着头脑 只能靠精美的孵化道自己脑补了 不过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原著小说 另外我顺便查看了一下网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好像国内的小伙伴更有容忍度 大家可以暂停对比看一下评分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我是飞花硬镜 欢迎喜欢的小伙伴关注和三连支持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碰撞出刀与剑的火花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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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